就这样一路走着,照着土地的说辞一路向南走去,景华城,想来早年他与帝君在凡间时还不曾见识过外面的世界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的在宫中流转,他甚至于踏遍了宫中的每一处地界,走遍了每一处角落,甚至连后花园中每逢时节盛开的鲜花名号都记得清清楚楚,若是在青秋待上许久,他怕是要觉得法位了,但又或许是他了然于心,东华在凡间和他相守的时间, 也唯有那短短的两年,所以自己格外珍惜那在一起的每分每秒,甚至不想漏过一丝一缕,就想这么陪着他,在凡间这么度过下去,年年复日日,日日复年年,每每想到这里时,心中总是会涌起一丝酸涩,随即一氧于心,像是酸涩的梨子,一旦入口,那难以忍受的酸涩便扩散开来,直至在口中画质,其中的滋味也只有自己尝过才会记得,镇镇清风卷席着红裙, 流沙一样,称得这白玉美人,也是摄人心魄,酒醉人心,忽而伸手接过一片竹叶,透彻的竹叶中映照着这红衣美人,只是这一身红衣实在太过招眼,在凡间便就入香随俗吧, 清风挥致,一身红裙退去,映入眼帘的素粉娇人,也是显得清纯可人,那九朵凤尾花瓣,也是称得这白结娇美,一身素粉的美人,越发美丽, 薄唇微起,嘴角养溢着淡淡的微笑,煞事娇美动人,巨马随着清风呼啸,提声步步逼近, 那马背上的御马之人,也是焦急万分,气息中还带着些许怒意, 待男子行至竹林,看清那一抹淡粉色身影时,已是来不及停留,只得拖着手中的缰绳,马儿也似乎受了惊一般,急声呼啸着, 前蹄抬起,且欲踏向凤九,凤九本欲在刚才这马儿靠近之时,时隔离山绝消失, 刚欲伸出手念绝,谁知这马儿好似突然发了疯似的,前蹄朝自己踏来,凤九一时间也慌了, 男子拉着缰绳,硬生生的一拽,把马儿从凤九的面前拉到旁边的树营中, 手腕上也勒出了丝丝鲜血,带着条条血丝顺着轻薄的血管,渗透着丝丝鲜红的血液, 一阵清风带去,黑色造靴牵延一点,急从马背上飞起,凤九便背着陌生男子一手揽着, 裸至一边的竹林旁,男子也惯性地向后倒去,差点摔在地上,凤九指态, 这今天真的是诸事不宜,如今倒是丢人丢到那九重天外了, 男子看着眼前的一幕,修长的手迅速地揽过凤九的腰间,冷淡地望向凤九, 阵阵清风徐来,他青黑色的发丝漂浮在岭上,一身蓝白色长袍下白, 也随着风的吹拂浮浮动着,凤九此时瞪大了双眼,本欲想看轻摊的脸, 但是没曾想,这人却戴着面具,银色的面具上泛着淡淡的光, 映照在凤九的脸庞上,论起这无赖之词,若你敢成第一, 怕是这世上无人敢成第二,男子言罢,手便迅速放开, 胆了胆身上的白色内衫便向后走去,声音自耳盼传来, 凤九怒视着那人的背影,他这话说的怎能如此傲人, 还透露着些许讽刺意味,你虽是好心救了我, 但是这说话怎得如此难听,我还以为这世间之人, 即像五家乡一般,淳朴善良呢,你倒是让我大开眼界, 凤九冷哼一声,语气中呆着怒语说道, 男子顿住了脚步,朝后望了一眼凤九, 他正蹲在地上,轻柔着自己的脚腕, 凤九也不曾想到刚刚这场悲剧,竟还把自己的脚扭了, 在这凡间还用不得法力,若是用得法力, 还不得把他给吓死,还真是惑不担心啊, 凤九懊恼地小声说道, 男子慢慢走至凤九面前,低头冷淡地看着他, 你可还能走, 语气中也透露着丝丝冷淡与疏离, 凤九瞪了他一眼,想着他戴着面具, 也必定是脸上受了什么损伤, 亦或者有着什么难看的胎记, 并一心想着他是眼神不好, 一心抢压下怒火,没太计较, 我脚扭了,暂时动不得, 凤九无奈地揉着脚弯说道, 还真是麻烦得很, 男子冷淡地说着, 且一手懒过凤九将他抱至怀中, 轻抬着马背上, 凤九刚愈开口拒绝, 谁知被他一把霸道地抱于怀中, 脸上的表情已是颇为无奈, 黑色的造靴踏着马灯一跃, 也顾不得手腕上的道道星红, 夹了一下马灯, 搅动不了,带着手挠动吧, 男子嘴巧勾起了一个弧度, 平淡地说道, 凤九此刻的内心, 只是碍于在凡间用不得法术, 要不然哪日上九重天找思命时, 就顺便让思命在他的命部里醒上几笔吧, 清风袭来, 竹叶自树上飘着头上, 两人就这样默不作声, 互相嫌弃抱怨地前行着, 停留着手挠动, 扶着手挠动, 撒动不了, 不得火腿上飞着, 能不能做了一遍, 不得火腿上飞着头上飞着,